秦孝公赢曲良颁发求贤令,却引起了满朝文武的不满 原因也很简单,求贤令将秦国仙族骂得体无完复 真是见者伤心,闻者流泪 说了仙族,这也算求贤令吗 但赢曲良却铁了心这么写,而他之所以这么坚决 人于几天前一个下雪的夜,当夜,雪花漫天飞舞 赢曲良途经五旋庄,却发现有黑衣人夜行 果不其然,屋里的老者差点被案件刺中 白里尧出门查看,恰巧遇到回身查看的赢曲良 两人屏住夜谭,一见如故 细问之下,林曲良方才得知,这个老人乃是鬼谷子高徒 鬼谷们作为战国最神秘的组织 门下弟子包括庞娟,孙并,苏秦,张仪等等 每一位都是天下大才 林曲良喜出望外,提出改日备上厚礼,登门拜访 三天后,林曲良率众来到武宣庄求贤纳财 却发现老者正要出门远游 林曲良这次来,就是想请老者出山 但老者提出,我可以提建议,但却不能踏入秦国朝堂 听到这话,老者不再隐瞒 他与秦国的渊源那可是太深了 他叫百里瑶 先祖乃是秦穆公的丞相,百里希 当年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换回百里希 成就了羊皮换象的美坛 百里希不负众望,辅助秦穆公成就霸业 林曲良听闻立刻起身,跪倒在地 当年秦穆公去世后,秦国先祖昏庸不堪 百里希一气之下辞官归义,留下祖讯 百里一族不可入秦为官 秦国要强大,实在是得有一个乾坤俱将 这下迎去良为难了,诺大的秦国就没有这样的人才 百里瑶侃侃而谈,小了,格局小了 秦国没有,天下有 如今的天下百家争鸣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当年他的先祖百里希是楚国的奴隶 公故之臣千书是宋国人 财政一把手公孙之是燕国人 大谋是鱿鱼是西戎人,大将匹豹是晋国人 小小的秦国犹如联合国开会,哪有不强大的道理 甚至当时的大财孔秋也赞叹不已 竭力鼓动秦穆公称王 迎去良要颁布求贤令,他让甘龙书写 不料甘龙写出的东西总结起来就一个意思 我秦国招人是给你们赏口饭吃,不要不识抬举 这让迎去良很是为难,但满朝文武还是逃不出高傲的嘴脸 哪怕现在的秦国已经穷得揭不开锅 哪怕有天下狮子不入秦的诅咒 当夜迎去良细细思量,终于写出了一篇千古其文 他不顾众人反对,当即公布天下 警戒很快来到了魏国最大奇观 见到了老板白雪 白雪分文不许,让他宣布求贤令 而原因也很简单,他想到了那个他深爱的男人 商阳 解决完这些事,白雪立刻踏上了寻找商阳的旅途 与此同时,商阳来找申不汉,却意外遇到了白礼瑶 两人本就是老乡时,自然是一见如故 但让商阳没想到的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此时的申不汉已经是韩国的丞相 不多时,申不汉姗姗来迟 看见商阳,他先是一愣,怎么哪都有这哥们 斯人很快坐下虚旧 这个时候,韩国比秦国好不到哪去 身处四战之地,韩国的日子可是太难了 还好,申不汉出现了 申不汉作为法家三派里,数家的开创者 常常被人攻击,但他不服气 他就是要在穷弱的韩国推行变法 让韩国变富,变强,证明他没错 申不汉还是不服气 他要和商阳的罚派一较搞笑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 申不汉的变法很快取得了成效 各行各业,减免赋税 酒店老板甚至推出活动,白吃白喝三天 可商阳三人进来后,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众人细问之下得知 当年他们店被韩国贵族白吃怕了 现在申丞相,大杀老贵族 以雷霆手段推行变法 大家生怕这是钓鱼之法 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来白吃白喝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正吃着饭,商阳透过窗户看见了白雪 这个男人慌不择路 撞倒了端着韭菜的小二 但他顾不得扶起小二一路跌跌撞撞 不多时,又被另外一个小二撞倒在地 商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了出来 这因他看到了心上人,白雪 白雪听到声音四下寻找 却见商阳穿过人群,一路撞倒了别人的摊子 而他自己也是生死不知 白雪一脸紧张地看着商阳 商阳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 两人许久不见 千言万语汇聚成会心一笑 这次白雪前来 带给了商阳一件天大的礼物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 白雪让玄契姑娘亲自嘟嘟 这求贤令真乃大气磅礴 让商阳不由地大声称赞 正是因为迎娶良的这封求贤令 商阳终于心动了 秦宫不是虚于卫仪 是真心求贤 为此闻当服役大百 一杯饮完 白礼奥询问商阳 这求贤令有没有瑕疵 那么商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众人都以期待的眼神看着商阳 等待他做决定 此时定下来后 白礼奥要助商阳一臂之力 他要给商阳一封推荐信 凭这封信 可以直接见到迎娶良 从而平步情云 但让白礼奥没想到的是 商阳断然拒绝 他既然要去 就要名正言顺 迎娶良既然颁布了求贤令 一定有自己的考核标准 他要堂堂正正的参加考核 堂堂正正的赢得赏识 白礼奥笑了 他虽然错了 但商阳的人格魅力让他折服 至此 商阳终于踏上了去往秦国的路 终于到了分别时刻 白雪送了他一件天大的礼物 他在秦国也有存款 足足一千两黄金 需要用钱 商阳可以随意取用 可商阳却不屑一顾 如果秦国需要用钱买机会 那他掉头就走 商阳握住了白雪的手 一对有情人一一不舍 匆匆分别 那么商阳的求贤之路能顺利吗 这个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期更加精彩